除了霍鲁维跟大地这场比赛 另外就是阿迪萨亚了 其实阿迪萨亚我觉得最近的比赛 也经常是引起争议 因为阿迪萨亚已经打过很多场 不那么精彩的交锋了 包括之前打罗梅罗 惠德克的二分战 坎农尼尔这场比赛也是其中之一 而且之前亮哥的队友 其实迈克尔钱泽乐 有在社交媒体上稍微的批评过一下 说阿迪萨亚 说打的不是那么精彩 不愿意承受风险 问一下亮哥你觉得 这是阿迪萨亚个人的选择吗 还是说他的技术风格就是这样 我觉得是他的技术风格 我觉得他比赛也挺精彩的 因为可能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 非常的有技术含量 对他的战术就是这样子的 苏木是不是比较熟悉一点 这种距离控制的战术 打点 他其实没有太多的组合权 就是单击 然后利用自己的臂战和步伐 很难打出组合权 我觉得靠距离的人 是不是像阿迪萨亚这种比赛的风格 他必须得有一个很强力的往里突的选手 他才能够打得精彩一些 亮哥 对 但是也不好突 你进来我就退 我就两边移动 这是每个人的战术 从这个方面能看出 这个运动员的聪明 他的反应能力 所谓的拳伤 所以其实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 阿迪萨亚的这个技术风格是非常好看的 非常体现技术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每个人的喜欢不一样 嗯 他们俱乐部抓的这个战术 我觉得安排的是比较好 每个运动员的风格不一样 然后碰到对手不一样 所以说你打的战术也是不一样的 嗯 就很简单 你的对手是地面级 你是战力级 你说你打地面还是打战力 嗯 只比之际才能百战百胜的吗 作为教练 对吧 所以肯定是要赢的比赛 这是第一点 怎么去赢 有很多种方式 这都很重要 嗯 嗯 作为运动员 你要执行你的教练的 给你安排的训练的这个计划 比赛 这种该怎么去打 可能有些方法 或者方案 不是你喜欢的 但不好意思 赢下的比赛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作为教练团队来说 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 尽可能少的这个伤害 去赢得比赛